大家好,我是旭哥,我是旭哥,我是旭哥,手遊攻略,那就是巔峰極速 好,那完全無課金的旭哥呢,今天來講這個無課玩家最重要的啊,可以拿到超級多轉彈券的 你旭哥這種無課啊,每天就是輕鬆玩,玩個幾場就下線這種 就可以拿超過200抽了,所以你只要認真玩,說不定可以拿超過300抽或是更多啊 像旭哥那麼輕鬆玩多,因為旭哥很多主線都還沒特別去解啊 有時候就是上來多人,放鬆一下而已 好,還有這遊戲最多禮巴馬隱藏版訊號 各種可以拿到轉彈券的方式呢,都在這一攻略最詳細的分享給大家啦 那明天要開抽三台T0神車,大家拭目以待啦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巴馬,禮品馬,對話馬,遊戲的虛寶序號,獨家最新 好,明天有三台T0神車要登場了,那很重要的就是今天要來講啊 可以如何拿到大量的轉彈券啊 有些是無課玩家像旭哥這種完全不課金的 玩手遊都不課金,那怎麼樣拿到大量的轉彈券來白嫖呢 所以這個就很重要了 那首先呢,畫面最左邊呢,左上角這邊會有問卷 那旭哥都填了,填完問卷了,你就可以拿到轉彈券了 給大家看一下 那像是禮包嘛,什麼的都有轉彈券 應該是鑽石啦 然後有些有轉彈券,像看一下喔 問卷了是不是填完就沒了,填完就會收走 問卷他填完他會到信件,他們會有轉彈券,我看一下 問卷的可能是不是消失了,反正就是填問卷 那接下來呢,就是畫面右上角的活動 活動點進來這邊也會有很多轉彈券 像是鑽石轉彈券都可以獲得嘛 之前有講過鑽石 這個賽車服旭哥已經拿到了 不過沒有很帥,所以旭哥就沒有特別裝起來 那每天來抽也有鑽石啊,一些各種福利 還以為又中了這個 又中了一台車,沒有 那接下來就是極速里程碑 這個到11月8號 那一樣可以拿到大量的轉彈券 有沒有,旭哥又拿到兩抽了,寶石鑰匙 那這個大量轉彈券是可以免費入手的喔 這個一定要拿 這邊,然後最後還會有三抽 這個只要累積我們的里程數就可以達到了 那其實不難 然後像是競速狂彎這邊有鑽石 車手集結這邊有鑽石也可以拿到很多抽 那之前的活動其實也送蠻多的 看一下,然後活動這邊周遷到的話呢 這邊有500鑽,每周記得要拿一下 然後車輛試駕 印象中這邊有鑽石 然後知識禁達這邊就是金幣 還有就是在 這邊是明天要開的車,記得來一下 在這邊,官方社群這邊也會送你轉彈券 這個還蠻重要的 那旭哥已經拿了 就是到官方像FB阿Discord阿Youtube都會送轉彈券 還不錯 這個蠻多轉彈券的 好,那像是禮包嘛那些都有分享過嘛 那其他的序科學送蠻多的 還有這個主線 右上角這邊有一個主線 主線這邊就送蠻多的 像是有寶石鑰匙這邊就送很多 所以轉彈券送蠻多的 來抽限定池很剛好 這邊阿 只要通過章擊他就會送 所以送蠻多的 還會送車子 像是GT430S這些 所以這邊轉彈券 而且鑽石也送了蠻多 所以福利滿滿的 你看這邊 21場排位賽就直接送你5抽 這個CP值蠻高的 前面很缺這個鑽石 很缺鑽石還有轉彈券 那只要跑21場其實很簡單阿 隨便跑都超過阿 然後駕駛40公里也有2抽 你看前面的送的都很多 那排位段數 這個分數提升也有5抽阿 所以前面的這邊送的超多的 所以這個主線呢 算是送蠻兇的 但是他是前面送比較兇 那後面就送的比較少 後面都是一抽一抽啦 CP值就比較低這樣 其實旭哥的比賽已經超過 只是沒有去解這個章解 等下來解一下好了 因為最近都要玩多人了 比較少去解故事 那故事其實送蠻多東西的 可以去解一下 接下來呢畫面的 左下角一個商城 那商城我們點進兌換商店 兌換商店裡面也有蠻多 就是轉彈券可以拿 比如說我們在俱樂部商店 我們俱樂部呢 假如到了八級的話呢就會解鎖 可以拿到這個限定池的寶石鑰匙 那這個還蠻珍貴的 那一個月可以限購兩次 這個還蠻讚的 只要來這個玩這個寶石鑰匙 就可以拿到了不錯 所以記得到八級的俱樂部就可以拿到 那俱哥目前的俱樂部好像還沒到八級 八級就會解鎖 就可以換了 然後換可以換兩個 所以武克這種白嫖的非常重要 那合約有一些ECU啦 所以其實拿到很多抽的話呢 對我們其實蠻有幫助的 就是這種白嫖可以拿到了 俱哥基本上能拿到應該都有獎了啦 看一下有什麼沒有獎到 應該都有分享給大家了 因為從開服講到現在 那之前有一些活動已經結束了 那邊也可以拿到 所以大致上應該是差不多 那車手獎勵這邊 這個都是輪胎 賽季獎勵印象中 這邊也有這個 我們打到資深車手 賽季結算的話呢這邊有 這邊有這個 石抽石抽這邊 也送很多轉彈捲 而且還送這個 史詩性能改裝寶箱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改裝資源 那所以在這邊 你只要車手 像你是打到資深車手的話 那80局就直接送你10抽了 這邊還送蠻多的 所以這邊還不錯 所以大概可以拿到後幾百抽啊 就像你拿到的鑽石啊 旭哥現在已經抽差不多200抽了 所以你一定可以拿超過啊 你比旭哥認真玩一定可以拿超過啊 旭哥算是要玩很多手遊啊 所以就是每天就是玩一下紓壓 算是蠻輕鬆玩的 那基本上大家應該都可以拿超過200抽啊 無客可以輕鬆 這邊就超多轉彈捲了 好所以分享給大家 那明天要開抽 大家趕快衝起來 把轉彈捲衝起來 明天有新車 三台提領神車 那沒看過攻略的 可以去看 三台最新提領神車 最多組的禮包嘛 還有隱藏版的序號 總整理 那後面還會講這個 iOS的兌換方式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右上角的齒輪 齒輪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點畫面右下角的禮包兌換碼 禮包碼兌換碼 CDKey序號 就在這邊輸入 好那我們輸入 TAMRACE666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 那信件去領取獎勵就OK了 好那接下來 RACING777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 那我們到信件去領取獎勵就OK了 接下來 POST 然後 00 POST 00 接下來 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接下來 GG 1019 GG 1019 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NL888 然後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再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接下來輸入 XIAOMA888 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接下來輸入這個FAYE1019 FAYE1019 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 這個信箱去領取獎勵 獎勵 獎勵會發到信箱去這樣 好那接下來輸入下一組 GUI GUI888 接下來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那接下來還有這個B1B1888 B1B888 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我們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KINGO 然後1019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就OK了 1000000RACRS 它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那IOS玩家記得 等一下看完後面還有講這個 IOS要怎麼兌換 VIP 然後777 VIP777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它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接下來我們輸入這個 VIP 然後888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到信件領取獎勵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輸入 GODTONE888 接下來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我們接下來輸入這個 TSUKI666 TSUKI666 按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就OK了 所以這邊 這邊一共有將近20組的序號 那等一下還會講這個 iOS的禮包 要怎麼樣對話 還有隱藏版需要拿法 所以這邊 大家看一下 禮包嘛 這麼多 你看 這張序哥之前領了差不多20組的 隱藏版的序號 那這邊全部領起來了 就可以領到非常多的鑽石啊 資源都在這邊 前面也領了一堆鑽石 那iOS隱藏版的序號 還有這個預約獎勵的隱藏版序號 都會在後面分享給大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細看完 這個所有的攻略 還有這個 像是綁定帳號的隱藏版序號 也都會在這邊分享 好 那有很多iOS玩家說不能兌換禮包 那這邊呢 直接幫大家就是攻略啦 首先我們到官方的FB粉專 在昨天的下午3點33分的時候 官方FB粉專就有提供 如何查詢預約的虛寶序號 預約虛寶序號就是我們隱藏版的序號 我們點進去這個官方網站 這個www.racingmastr.game 斜線tw 這邊就有這個預約的獎勵 那這邊就可以查詢到虛寶的序號 所以每個玩家只要有預約 都可以再拿到隱藏版的序號 順便拿隱藏版序號在這邊 接下來如何兌換虛寶的序號呢 iOS玩家的話呢在這邊這個連結 一樣是這個官網的連結 然後後面再加上giftgrab這樣子 連結在這邊 你也可以就是在這個網頁看到直接輸入 或是說你到官方的FB粉專 點進去也可以 連結都在這邊 有兩個連結 一個是官方網站連結 那一個是官方的虛寶碼的兌換連結 然後就輸入你的角色ID 這樣禮包碼就可以換了 那Android的就比較簡單 這樣旭哥前面換這樣就可以了 那連結在這邊 www.racingmaster.gme 然後斜線tw-giftgrab這樣 連結在這邊 所以大家不用再來問旭哥 一次幫你搞定了 吃的 去席 香蕾 吃的